在《创世纪》六章一至四节 提出了两个名词 上帝的儿子和人的女子 历代以来不少圣经学者 就这数节圣经发生了争论 取人的女子为妻的 上帝的儿子们是谁 一般来说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是指 那些败坏与堕落的天使 在犹太人拉比的解释中 接纳了这个论调 因为希伯来词语 Ben Elohim 上帝的儿子们 经常指旧约圣经的天使 而第四节 伟人一词 原文做堕落的人 有人推测 乃是天使与世人结合 而产下的儿子 甚至犹太著名的历史学家 约瑟夫 十海古卷也支持这看法 七十四译本 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 直接将它译为天使 这是传统的解释 得到最早与最多学者的支持 直到中世纪时代 由于教会开始崇拜天使 人们便开始怀疑 天使不可能以人性 做出这样邪恶的事 另一种看法是指 赛特的后裔 他们原本是那些 有信心敬畏上帝的人 后来却任意取 人的女子们为妻 交和生子 那就是上古 英武有名的伟人 而人的女子们 是指那些没有信心 敬畏上帝的人 该隐的后裔 持这种说法的人 认为天上的使者 如耶稣所说 不娶也不嫁 且生命只能生类似的生命 各从其类 使徒保罗也指出 有天上的形体 也有地上的形体 两者永不可能结合 而伟人一词 在旧约中通常指人类 这两种说法 各有支持 作为信徒 我们不用加入神学的论战 而是思考这些经文 向我们明确说明了什么 经文首次提到两种 不相配的物种 或人类通婚 而这种结合的后果 使人完全失去了 为上帝而做的见证 世界的道德标准 因此而每况愈下 导致神施行审判 用洪水毁灭整个世界 今天基督徒在黑暗的世代中 是否靠着圣灵的大能 成为基督美好的见证人 亦或水泼逐流 与世人混合 以致行恶 彼得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上帝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招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